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是很多武侠风电视剧的主演 也演唱了很多影视剧主题曲 参加了两季的《我们的歌》与人贤奇 戴佩妮都有合作唱演 在第一季中刘雨宁的唱功还有不少网友吐槽 到了第三季唱功突飞猛进 成为一位实力歌者 第二位歌手周深 周深是OST大佬 不是电视剧主演 却被不少影视剧邀请演唱主题曲 很多人说周深没有代表作 其实周深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非常多 出名的有电影《大余海棠》的印象曲《大余》 电视剧《如异传》的片尾曲《梅香如故》 电视剧《长歌型》的片尾曲《简》 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光亮》等等 细看周深的个人作品 OST占据大部分 所以这档音综向是为周深量身定做的一样 第三位歌手 毛不易 毛不易演唱的电影电视剧主题曲非常多 曾给迪尼斯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主题曲《请记住我》 电视剧主题曲也不少 毛不易歌曲曲风偏向简单淳朴 曾与周深一同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人气颇高 相信会在剧好听的歌曲得更好的成绩 第四位歌手 张杰 张杰是2023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巅峰收视 个人唱歌有气场 影视剧歌曲非常多 张杰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卫红》 后续参加《快乐男生正式走红》 选秀出身的他对于音乐竞技节目是非常擅长的 并且也是这几位歌手中出道时间比较早的 相信会给节目增光天才 第五位歌手 张亮颖 作为目前公开的唯一女歌手来说 张亮颖的音色和唱法是非常适合电影大片来选做主题曲演唱者的 曾经的画星 把张亮颖的《海豚音》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人可及 后面在王牌对王牌中与邓紫棋合唱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尾曲语蝶 改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中间再次融入了《海豚音》 把歌曲情感推向高潮 这档节目的上限势必会让音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目前公开的这五位歌手 每一位都有自己的OST代表作 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呢? 还有未公开的几位歌手 你们认为谁比较适合来这档音宗呢?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 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 就如同轻轻地解开了手势密码 无论尘封多久 那人那紧都将在记忆中重现 果然 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 美好的记忆再一次被唤醒 周深回到你身边发行一周年了 周深再一次响彻在耳畔 暮色燃静 白昼铺开 烛光而行 渺小也不认败 找属于我的答案 烛光吧 把叶驱散 绝强吧 月过灰暗 门打开 一盏温暖 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周深用深情细腻的歌声 演绎出平凡人通过不懈地努力 勇敢追求幸福的信念 他的歌声里 有他的故事 给人带来力量和温暖 多好啊 多好听的歌声 多美的歌词 门打开 一盏温暖 让我回到你身边 我的世界 因为与你相遇变得浪漫 不愧是宝藏男孩 实力唱将 周深惊喜不断 周深参加湖南 为是华人春晚录制 语化陈宇 许卫周 李斯丹尼 有掌镜等众多明星现身长沙 引起众多网友和粉丝围观 有网友嘴里哼着小曲 或者说是自编的App 向着周深表白 很有才 也挺逗的 跨过2022 走进2023 听我说 听我说 每年都比去年更喜欢 是啊 周深回到你身边发行一周年了 这一年里 周深带给我们数不胜数的惊喜和浪漫 一个个惊艳的舞台 一首首新歌 一个个让人难忘的瞬间 难怪网友会动情地说 我的青春 因为与你相遇而一声灰 我的世界 因与你相遇而变得温馨浪漫 周深参加时光音乐会 他聊起了自己未来的愿望 他说 感恩网友和粉丝 感恩所有支持他的人 他希望自己一直有舞台可以唱歌 把更多好听的歌唱给大家听 这个愿望简单又重要 是一个歌手最真挚的表达 希望周深一直有舞台唱歌 期待周深带来更多精彩舞台 为事业奔波的道路上 我们早已习惯了繁忙 越是忙碌 越要用期待和惊喜调味人生 以最热烈的西技 去满面对未来的勇气 有时候 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 即使再孤单 再寂寞 也要忍受旅途颠簸劳累的苦 人要继续走下去 抖一抖 奋斗的疲劳 拍一拍 奔波的尘埃 整一整 漂泊的行李 听一听 周深的歌 最好的是 莫过于时光流过去之后 你真爱的救人救物 甚至救时的感觉都还在 有些事情不是说不想就能不想的 有些歌不是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 就如同 周深的回到你身边 常听常心 值得单曲循环 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 无论是繁忙 还是偶尔的孤独寂寞 上心总会时常听一听周深的歌 周深的存在本身 就是茫茫宇宙中最盛大的奇迹 上心刷到了一些花絮 花絮中 周深的一位合作伙伴说 看到年度电影OST 我激动啊 我创作制作的歌前五名占了三席 谢谢参与了歌曲的音乐家们 谢谢周深老师的完美演唱 上心欣喜的发现 包括这三首在内 周深共有四首歌曲 激深年度电影OST前五 分别是周深现唱的后来没有你 回到你身边 追赶春天的人 你的样子 厉害了 我的歌 人之相处在于真 情之相守在于心 喜欢与年龄无关 总会有一个人 会在对的时间 和你相遇 恰巧 周深的歌声响彻在你耳畔 周深回到你身边发行一周年 我的世界 因与你相遇而变得浪漫 遇见周深 世间所有的浪漫 终于变得具体 直观表达内心 永不服输向前走 勇敢做最喜欢的自己 永远在自己喜欢的领域 奋勇向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